南非最近爆发一连串的洗劫商店事件 而且这些嫌犯都是针对外国籍商人所经营的店铺来抢劫 当地民众竟然用洗劫的方式抗议 连日来有超过80个商店遭殃 甚至把墙壁打个洞 搬运物资 店里整个单空连货架都不可放过 有人抱着战利品从屋顶逃走 是非观念错乱的群众还给予英雄式的欢呼和掌声 眼看情势失控 警方也束手无策 只好护送店主 抢救剩下不多的货物匆匆撤离 记者 郑环超报道